我想起您过去所提到的一个回归的概念 就是说今天中国的崛起 其实就是一个向着历史长河三千年当中 中国始终处于世界前沿 甚至第一的一个历史主旋律的回归而已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论述 当然尽管可能一些西方人 甚至美国人不明白 甚至是有一些中国人对此 可能也认识不深 没错 当时很早我就提了这个概念 中国的回归现象 其实是向中国长远历史长河中 从来世界第一的主旋律回归 我现在注意到 在美国的学术界已经有一些人 也已经认识到 他们也指出中国的崛起 就是一个中国的回归 那么现在的比较有趣的是 我要指出的是 现在我不但看到 中国正在向它历史的主旋律回归 而且向主旋律回归的不止中国 还有很多国家 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 同时发生了 我真有此事吗 这倒有意思了 不只是中国 对 所以我认为 假设我这个历史学家的话 我会给世界的人类21世纪 给它下这么一个标题 就是一个全面向历史大回归的 一个大世纪 一个向历史大回归的大世纪 那除了中国之外 有没有别的例子呢 可以举的例子还真不少 我们今天可以举一个例子 首先我们挑一个例子 比较有趣的 就是最近有一条新闻 这条新闻很多人也都注意到了 在不久前一个周末 英国的威尔斯那个地方 有8万人上街游行 他们的诉求是什么 要脱离英国 他们在街上高喊 那为什么 凭什么苏格兰 或者是这个北爱尔兰 可以闹 我们不能闹 它的诉求就是说 我们也要脱离 也就是说是在这个苏格兰和北爱尔兰 希望能够脱离英国 举行公投之后 就说威尔斯也想跟进 没错 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所了解的英国 或者是大不列颠 跟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它全称是这么说的 大不列颠跟北爱尔联合王国 它基本上是两个大岛 一个是不列颠岛 另外一个就是爱尔兰岛 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 在不列颠岛里面 本来就有英格兰 苏格兰 还有这个威尔斯 然后在爱尔兰这个岛里面 主要南方就是爱尔兰 北方就是北爱尔兰 是吧 大概是这样 但它这个过程呢 是逐渐经过长期来过来的 你比方说1535年 最早的时候就一个英格兰 1535年的时候 英格兰就把南边的 那个威尔斯公国给吞并了 然后到了1707年 英格兰王国再吞并 这个苏格兰王国 那么这个时候 东边那个地方就完整一块了 1800年再把整个爱尔兰王国 整个都吞并了 那就变成很大的一范围 但是呢 经过了100年 这个爱尔兰就希望脱离英国 终于自由帮脱离了 但是呢 留下的一个北爱尔兰 还是属于这个英国的一个范围 所以你可以看到 那么它是经过了好几百年时间 终于变到今天这个状态 但现在这个状态 又开始出现回归 重新分离的一个趋势了 真的很有意思 分久必合 合久必分 难道历史的轮回就是这样子吗 还是另有所指 那除了英国之外 还有哪些国家 也在回归到历史当中 这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又有什么关系呢 精彩内容马上回来 谢谢大家